看到房东态度如此坚决 陈先生马上联系自己的前合伙人 希望他能够配合自己 完成变更租房合同的手续 他当时电话里说 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跟我完全受不着 他只能是说去跟房东那边去解决问题 但是具体解没解决 我一直等到现在 也没有等到他的回话 面对陈墨的前合伙人 和强硬的房东 陈先生只能将猫城堡拆除的经过 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 而评论区内却是众说纷纭 我发布了这些视频之后 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同情我 同情这些流浪猫 但是也有个别的一些人 质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觉得是剧本 自编自导 所以说我特别想去证明 这件事情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眼看着自己一年多的心血 消失在眼前 陈先生决定来到金牌律师团 为自己和流浪猫们讨个说法